各位好,我現在的位置就是嘉市居道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嘉市居道有一個防空洞 其實只有兩個出入口 現在有一個封了 封了就在這裏 片尾就會有一個之前 這裏開通了的圖片給大家看 其實這裏 以前這裏就是出入口 可能是基於安全的問題 封了這一個入口 轉頭去另外一個入口給大家看看 不過是鎖上了 這裏你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洞在這裏 讓裡面的隧道就不會有任何的 有毒物質 即存過量 照走 看看 其實有這些石柱 最有趣的是 有當年九龍皇帝的寫字 現在在香港來說都很少見了 這裏是隱約的 以前是草 現在就當作是寶 這裏有一塊石 寫著 KIL7068 代表一些地界的東西 以前的年代 就是靠這些去劃分一些建築物的座標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另一個入口 其實就是同一組的防空洞的入口 其實在九龍區來說 大家都知道 九龍公園前身是一個軍營 那裏下面也有兩組的防空洞 那這一邊呢 即是油麻地和旺角都有兩組在 帶大家看一下 這一組的防空洞的入口 那裏是L型的 其實裏面也不是很大的 對面就是廟街的廟 就是在對面 那這裏就是中華書局 以前盛傳猛鬼的大廈 就在這裏 其實這裏已經是第二代來的了 之前那個猛鬼大廈已經拆了 已經拆了 超好走 那這一帶都 有些救世軍的店鋪 中學 其實這裏的入口 就是中學的旁邊 就是中學的旁邊 來的 那就說回這個防空洞 其實裏面 我想大約 真的 站了一百人已經覺得很大 那就 就之前醫院的話 就用來做 擺過一些 醫療的用品 其實 因為自從打完仗之後 都沒有得用的了 這條樓梯又上去上面 有些蠔差在這裏 那 那 到了 走了一個圈 那 就看到了 其實這裏就是防空洞的入口 來的了 那 就 是啊 那 那 那 在洞裡看不看到東西 那 一片 看不見 就是 在這間 學校的旁邊 這個石牆的後面 就是一個防空洞的入口 好 今天就 講到 這個 加士居道的防空洞入口 那 就 今天的時間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拜拜